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所以顾忌重施 让扎拉布行人假扮朝阳 透朝一直非常重视自己的亲人 他们没有胆量假扮奥特曼 就只能假扮可爱的朝阳了 他们原来约定的是使用道具拍摄 但是美弗拉斯行人为了提高收视率 竟然把道具换成了真的炸药 扎拉布行人完全被蒙在鼓里 一旦透朝选择失误的话 扎拉布和透朝可能会一起死去 在危机时刻 透朝连减三根引线 成功将扎拉布行人救下 两人相拥抱头痛哭 美弗拉斯行人简直太坏了 连自己的同伴都能够欺骗利勇 矮人是注定没有好下场的 所以他最后被罗布奥特曼的光线消灭了 下去预告也是同样精彩 前美剑就坏事做尽 他先是挑拨奥特曼和爱染城战斗 然后爱染城战败以后 他不但驱除了爱染城体内的切雷发 还将机器人达令站为敌友 他迫使爱染城随位自己接管爱染科技 以便他能够更好地强化自己的力量 美剑决定要开启自己毁灭地球的计划 但是达令即将要背叛美剑 之前爱染城就留下了AZ计划 很多粉丝都对这个计划有很多猜测 但是以目前的剧情推测 这个计划应该就是暗杀社长 美剑现在是爱染科技的社长 看来爱染城早就为以后公司做好了盘算 一旦有其他人接管爱染科技 可能就会被消灭 而且保养也即将被卷入这个计划里 既然AZ计划已经执行 那么谢雷萨会不会其实并没有死 毕竟这个大boss怎么可能轻易就被进化了 这很有可能就是他当初和机器达令设的局 让美剑放松警惕 好以为对美剑实施报复 大家认为美剑接下来将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整论留言告诉我吧 您的观影 我的荣幸 我是Michael 明天见 我最新疆的user图 我们因为 Wochenマ having 我已经非常清楚了